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婴儿一样 婴儿期的人 自己是无知的 自己是没有办法来掌控自己的 自己的行为他没有办法掌控 自己的语言也没有办法掌控 而人就是从婴儿去成长的 不能够说因为没办法掌控就不是人 那么在西方人称婴儿 不把他当人看了 这是一个东西 那么在我们东方人 在很小的时候成为婴儿 还是个儿 成为小宝宝 还是个宝贝 那是所以人 那么我们在作为一个佛教徒 作为一个大圣佛教的一个佛弟子 他就是要学习菩萨的行为 学习菩萨的精神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像婴儿一样的 虽然是一个人的形状 或者是虽然是已经具备了 一个菩萨的一个模型或者一个畜形 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菩萨 他就是一个自己还没有办法掌握自己 控制自己的人 就形容一个触发性的菩萨 最初开始 法院要成佛的菩萨 就是这个样子 叫做婴儿行 又叫做婴行 那么就是鼓励 凡是刚刚开始学佛的人 不要灰心 不要失望 不要怕失败 不要怕犯错 不要怕自己觉得不是修行菩萨的材料 不要自己对自己自我菲薄 应该要相信菩萨是人称的 大人是从婴儿开始的 那既然婴儿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菩萨也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刚刚开始修佛的人 都是在没办法控制自己 有烦恶 有烦恼 有痛苦 有种种的恶力的行为 有恶念 恶语 恶行 样样样都有 但是没有关系 虽然常常犯错误 还是要继续地努力 犯了错误以后 知道是错的 没有关系 以后希望不要再错 如果再错了呢 再错了再告诉自己 这是不应该的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是婴儿 在继续地再往前走 再努力 努力了以后又犯错 没有关系 再来过 所以在菩萨来讲 有菩萨的戒律 受了菩萨戒之后 这个叫做已经开始学菩萨的人了 因此在戒律里头这样子讲 有戒可凡是菩萨 无戒可凡是外道 所谓无戒可凡的人 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受戒 根本不是没有修佛 他根本没有机会 也没有想到 要走上菩萨的路上来 所以这个人离开菩萨很远很远 离开菩萨的道 在外边不是进入菩萨道的人 还没有进入菩萨道 是菩萨道之外的人 那我们宁可以走上了菩萨道 而自己没有办法遵守 再犯戒 犯戒以后再受戒 再来忏悔 然后我们继续地再往菩萨的方向走 所以这种人叫做阴行菩萨 所以阴行菩萨不是真正的菩萨 而是对于刚刚出法心 常常犯错误 不能指我主宰 不能指击走得很好的人 这叫阴行菩萨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受菩萨戒 菩萨戒的戒律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是多 是有无尽的戒 因为菩萨戒又叫无尽戒 你要叫它少 好就是把它整合起来讲 这三句话 第一就断一切恶 第二修一切善 第三度一切众生 实际上这三句话涵盖住 所有一切的菩萨的精神 从一个刚刚开始 要学习菩萨精神的人 直到成佛为止 永远用这三句话 也就够了 因为第一 断一切恶 所以一切的恶都要断掉 那一定是已经成到了 才能够断掉一切恶 都要修一切善 那不简单的 所有的一切的法门都修了 一切的众生都要斗 那更不容易 所以一切众生等得成了佛 我才成佛 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一个着力点 就是说虽然我想断一切恶 但是一箱一箱的断 虽然我要修一切善 但是一箱一箱的修 虽然要度一切众生 一个一个众生度 那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受这种菩萨戒呢 任何人都可以受 这要法心 就是法心就是愿意受 听到说 人要成佛就要受菩萨戒 那愿意成佛 那就希望受菩萨戒 受菩萨戒很容易 但是很容易犯 犯了也没有关系 是有戒可犯 是菩萨 无戒可犯 是外道 所以作为一个大神的教徒 是鼓励所有的人 都能够法院 法心 受菩萨戒 因为没有什么居住 只有有一种对自己的期许 而并没有一种 说很恐怖的 犯了戒以后不得了 有的人说 不犯不受戒 我还是自由自在 一受戒 我老是犯罪 没有这样的事 谢谢师父的开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